咱们中国很多鹅粉叫普京 摁了吧摁了吧摁了吧 就是发核弹的 咱们是很多鹅粉都在干这个 你看那时候抖音上面全都热了 摁了吧摁了吧摁了吧 现在可能还有 还能找着 而且配的这音乐还都挺悲壮的 他说这个是有核弹的 还有全国总动员的 恐怕还不是那么容易的 这脑子就与咱们的很多鹅粉清楚多了 他认为俄罗斯国内的问题 还是非常严重的 一个就是这么多年 给去了工业化了 所以参加国际大分工 把俄罗斯的工业化给掏空了 他说起的想法补救 但是话说回来了 在现在的科技也进步到了这一步 经济发展到了这一步 它就是全球高度合作的这么一个体系 如果你不参加这个体系 你又会怎么样呢 你脱离到苏联那个体系 都不可能 因为苏联那些蒙国 全丢了 原来他有一个这个金户会 有华沙条约组织 你都没有了 加盟共和合作丢了好几个 你不参加这个国际分工 你的经济能发展起来吗 我想问这个问题 但是不管怎么说呢 俄罗斯在这个全球化这个过程当中 显然没有中国得的利益大 坦率说 中国在这个全球化的过程当中 在参加这个国际分工这当中 中国真的大起来了 中国这个就是怎么说呢 他的这个现在覆盖的产业链 非常的长 虽然就是美国还能卡我们一些脖子 他只能卡其中几个点 一部分 好多地方他卡不了的 我们覆盖的产业链 非常大 比美国还要长得多 俄罗斯呢 没能做到这一点 但是呢 按照这个镀金的主意 就是你退回去 对了发展起呢 也不是 当然了 现在也不是镀金主意了 美国希望的封锁啊 逼着你退回去 你不退回去 你没别的路可走 但是这对俄罗斯的经济 用常委看肯定是个大的打击 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我认为解决不了 他呢 再一点呢 他认为呢 就是俄罗斯国内的这个腐败 太严重了 再加上这个俄罗斯国内啊 就按他也说啊 也是这公知啊 俄罗斯公知啊 横行不产出这些公知啊 这个问题都解决不了 那么他对这个俄罗斯这个前景 他是比较悲观的 所以呢 就是这个俄罗斯这国师坚决的主战派 强硬的主战派 他现在发出了一些这个负能量的这个信息 我们中国呢 又有些人出来了啊 说给他戴上国师的帽子 又转发他的这个负能量的信息的话 是故意黑俄罗斯 这个呢 真不是 他本来确实就是有国师这个称号 根本不是说是什么黑俄罗斯的人 给他加上这个称号啊 早了 他就有 而且啊 就我们的这个电视台啊 确实就称他为是那个普京的大脑啊 是这么回事 那么确实是就现在他这个啊 在俄罗斯啊 我们不管叫普京大脑吧 就是说这个在俄罗斯非常有影响的 就这么一个思想家 战略家 他本身 他对俄罗斯这个前景啊 他是相当悲观的 这个情况呢 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视频就到这 谢谢大家观看 谢谢大家